来看到台湾在太空产业上已经拥有半导体、通讯、太空科技等相对应的技术能力 如今商用运载火箭前瞻新创公司晋升太空 即将以台湾自制的推进系统将卫星送上太空 并且计划在年底在台东进行设施 台湾的太空产业正处于刚冒出新亚的时期 虽然还称不上是完美的产业 但是这几年福尔摩沙卫星5号、福尔摩沙卫星7号陆续升空 加上第三期太空计划进行接力 民间企业参与了太空计划的意愿和机会都相对增加 对于台湾的太空产业链形成了一定的帮助 中央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赵吉光建议 太空产业非常重视飞行履历 如果台湾的企业拥有精密的技术 却没有实际应用在火箭或者卫星上 在国际的竞争上往往会失去机会 或者是被买家刻意砍价 国家太空中心这个时候 就应该扮演火车头的角色 协助台湾厂商走向国际 寻求与国外的产业连接 政府做政府的事 民间做民间的事 各四旗帜分进合机 这才有助于台湾的太空产业发展 随着接下来第三期太空计划 将以自制卫星为主 这就非常需要测试环境 建议应该由政府出面来盖测市场 减低业者的负担 由晋升太空科技打造的飞鼠一号火箭 2月13号安排的首例发射程序 因为当天风切太强 以及气候不佳 终止了预定的计划 使得许多严谨期盼 共同记录历史时刻的太空署迷大师所望 飞鼠一号虽然未能如期升空 但是科技部的官员表示 火箭只占到太空产业的一小部分 遇到一些困难 整合系统相关技术再接再厉 位于台东县达仁乡南田部落的火箭试射场 也期盼着试射成功之后 能够让这个即将凋零的小部落翻身 成为台湾太空科技的发源地 非常感谢